嗨 嗨 現在這裏就是科林的律師我問 劉天賜繼續 為各位講述 粵語的 結合語 上文講了 有些聽眾的 反應很好 他指出 我有些錯的 譬如坐下底 破柴就是 撞板 破柴就是撞板 床下底劇演 無分高低 這些是我 疏忽了 現在更剩 希望大家原諒 今天繼續講 這個 廣東話裡頭 廣府話裡面很多 揭露語相當有趣 和相當 絕吻 絕吻這個字 都是一個 俗語 一種 廣東名產 荔枝 荔枝有些很小的 小到真的 發現不到 像芝麻一樣 大一點 就叫做好東西 絕吻 麗芝 就是一個 描寫 那些美麗的 麗芝的形式 所以 絕吻 就是 好 妙 絕 叫做絕吻 廣府話 也有很多絕不的 好 巧妙的 鐵頭主 那今天呢 繼續 跟大家講講 那 譬如 有一句說 叫做 不姓猴 那 猴呢 就 用普通話說 猴子 不是 猴子 它這種 動物呢 大家想去香港呢 猴子山都或者 看到了 通山 那些猴子呢 是真的 很白眼 所以呢 中國人呢 也有 在西游記裡面呢 描寫到 這個美猴王 那 孫悟空呢 後來呢 幫唐僧呢 一齊取經 他都是 百艷精來的 那尤其 頭那十回呢 講到 水戬 這個水游記 講到 他 大鬧天公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是要 扯你的玉王大帝下來 你的天兵天將呢 他當斬瓜切菜 海龍王呢 怕了他 艷柳王 又怕了他 天上地下海中 他都惡了 是一種呢 極端反叛的 東西來的 我講東西 因為他不是人 他是一個猴子 那些人說 緣起呢 就是印度的猴王 幫助呢 去打妖怪的 那無論如何呢 他來到中國呢 在中國的小說裏面呢 呈現到一個呢 極端反叛 和極端 白艷 但是他有義氣喔 的一個人物 這個性格 很生動 有趣 那 脫光猴子 那個 這個 切樓宇呢 就是呢 就是 沒有網管 那你記得呢 如果你想控制著猴子呢 你最好呢 就鎖住他的鏡子 以前佛祖呢 就 教堂三藏呢 就一個 金光罩 罩著他的頭 整個 罩著頭呢 一練 緊箍咒呢 那個 金光罩呢 就馬上收緊 好像 有電池 那樣 那死的猴子 那猴子 頭痛 頭痛 直接呢 沒有辦法支持 唯有屈服 唯有 頭痛 而呢 聽聽話話 那這個呢 就是 西遊記裡面記載的一種 方式 那 但是廣東話裡面呢 說到 脫光猴子的話 這個猴子呢 就沒有了一條繩來 撲著他 哈 這樣呢 就變了呢 任由他呢 怎樣發揮 怎樣百厭都沒有 那我們說 那些小孩 脫光猴子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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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就是 有一句話 少用一點 就是 猴子撿到 極吉 猴子呢 就是 吃 素的動物來的 它呢 四處摘生果吃的 那 那 這個可能是 悟空呢 做和尚的最重要原因 因為 他不吃肉 猴子真的很少吃 不吃肉 那 吃生果呢 就四處摘 採摘 的 暴落 那 摘到一筋呢 摘到一筋的話呢 摘到一筋了 平時他撿呢 能撿一些 野果呢 山尾那些 那些 真是 不要聽說 它是陷糊的 那 他說撿了一筋呢 撿到一筋呢 撿到一筋呢 就是很開心 撿到一筋 那麼開心 好了 那幾筋呢 我們 又 有一個 另外一個 港府話說 雲筋 這個筋呢 就是 並不是 金筋的筋 而是 即是吉祥的筋 為什麼這個筋呢 因為呢 港府人呢 很忌忌 語言上的一種 凶惡 我們不說 這間屋 空了 我們說這間屋 吉祥 空呢 就跟那個 空溜溜 空虛空 跟 空惡空 空殺的空 同音 一同音呢 都被遺 被記了 不說那個 空字 如果你說這間是個空屋 很容易呢 感受到呢 就是 有 軟魔怪裡面 或者有些不祥的東西在 那 所以呢 都用 吉祥來講 那 所以呢 吉呢 是 空的相反 也是 表示呢 有些地方呢 是 沒有東西的 空的 MP的 那當年呢 大排檔呢 就有一種呢 叫吉祥 那吉祥呢 其實呢 裏頭沒有湯渣的 沒有東西熬的 清水一塔 或者呢 一桶 那呢 這種呢 就是 有時候放些筷子下去啊 放一個碗來啊 朗朗啊 這樣呢 就 清潔了的了 那這桶吉祥呢 這桶空 什麼都沒有 料 的水呢 為之吉祥 那很多人呢 去 大排檔吃飯呢 那都是呢 問他 哎 老闆 給碗吉祥先 那 吉祥就是說呢 給碗那些 這樣的 沒有料的 白開水 或者生水 那呢 就用來送飯 他擺個湯呢 又沒有生 又沒有一個 泥湯送呢 因為這麼便宜 幾毛錢 那 喝一口 吉祥呢 就 當 送了一碗飯了 那這個情形底下呢 那些人呢 就說 他都不是來光顧 就這樣拿一碗水喝 那就是 雲吉啦 就是想 雲碗吉祥喝而已啊 那 混吉混吉呢 就變了現在呢 日常生活 就是講苦話之一 就說呢 都來到沒有目的 又沒有幫襯 搞搞襯 沒有幫襯 搞搞襯 那 就為之 混吉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這個混呢 就是混三碗水的混 混江龍的混 吉呢 就是應該呢 吉空的吉 是這樣的 意思 另外一個 講到話呢 講一下呢 鬼吃泥 呢 鬼吃泥呢 鬼是不是吃泥呢 這個呢 都 值得考究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很多人都認為呢 人死一惹鬼 中國人呢 中國人呢 來講呢 鬼不是那麼恐怖 但是呢 也有好的鬼 也有壞的鬼 不同呢 西方的 耶教的 定義呢 鬼是實彈的化身 一定是 奸惡的 什麼鬼呢 鬼呢 是 死了的人 人死了鬼 那它會呢 下去 入土為安 所以呢 在 人的認識裡面的鬼呢 就跟泥土都有關係 那鬼吃泥呢 就好像呢 說那些鬼呢 沒有東西做無聊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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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那樣呢 好像鬼吃泥這樣的聲氣 那當然是一種貶義呢 啊 真是 沒有目的地亂說一頓 就是鬼吃泥了 那 講起 罵人的語呢 除了鬼吃泥之外 還有一句 有個言用詞呢 就是相當之有趣的 它說呢 吃泥飯 吃泥飯呢 在 日常生活裡頭都是吃軟飯 在 切口裡面呢 就是暗語 隱語裡面呢 叫做咬路丸 這個丸呢 是上升 並不是呢 一粒軟的軟 然後呢 軟飯的軟 那為什麼軟飯呢 通常呢 我們煮飯呢 那些米呢 都 不會說 煮到好像綿 到好像粥那樣 粥那樣 粥那麼軟的 就是 有些咬口 這樣是硬正一點的 那就是 軟飯呢 就是說呢 描寫那種飯呢 有一種 軟肉溫香的感覺 叫做好解呢 因為呢 靠女人 女人呢 就 associated 軟肉溫香 所以呢 就叫軟飯 還有呢 還有呢 一個名稱呢 就 更加呢 入肉 入骨的 就叫做拖鞋飯 吃拖鞋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靠女人呢 生活的 養育的人呢 他在家呢 就不用出街做事 就不用穿著鞋 在家呢 他穿著拖鞋就行了 所以呢 那些人用這種 這樣的形象呢 間接寫 間接說呢 就叫做 吃拖鞋飯 那麼今天來講呢 男女的工作是 互相呢 補充 未必一定要 男性呢 出外面工作 女性出外面工作 男性呢 在家庭呢 裏面 主持家務 掃地 主犯 臭職都可以 並不是一種羞恥的 行為 所以呢 啊 拖鞋飯呢 這個意義呢 只能夠 針對住那些 真是無所事事 正是靠 呃 女人 或者她的 女伴 或者她的太太 呃 工作 她又不是工作 的男士了 如果她是工作 在做家庭主婦啊 的工作呢 呃 未必是 一件壞事 至於主婦 這個字呢 有很多人斟酌 為什麼呢 是一定要有婦嗎 主婦不行嗎 都可以的啊 如果 如果在統計這個 呃 傳媒的人口 裡面呢 如果你的家裡呢 只能夠有一個男人 單身寡老 你自己煮飯 自己買菜 自己呢 打理家務呢 這個呢 都是housewife 都是主婦 主婦的 崗位的 都入這個 性質裡面 那好吧 另外一個呢 講到食了 食太多了 很多 因為 中文呢 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 這句話本身 是一個 港府的 言語來的 天呢 在 古時已經開始呢 是其大無窮 當年呢 舉頭望的天 真是無窮 最大 一個 很大 很廣闊的 空間 人呢 真是 在天裡面 很多幻想 呃 神仙呢 從天來呢 天堂呢 在天上高 有一個 安樂 天呢 同時呢 是一個形象化 所以呢 天裡面呢 的神人呢 的神呢 都是呢 我們的 崇拜的對象 而且呢 即使不是人格化的天呢 天本身呢 都是一個 主持公道的 主持正義的 物體 一個實體 那麼 也 不會 偏 偏 又不會呢 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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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偏偏 天呢 為你作主 這樣呢 所以呢 在這個 大家 對天的 崇敬下 呢 所以 天呢 是 我們的 主人 來的 是我們的 萬物 的 主宰來的 好了 讲到这个食 以食为天 人是靠食 来生存 天生这个欲望希望 食得有滋味 也是人的 最基本的欲望 所以有一句话 大家都明白 食息性也 食和食是人生里面 很大的欲望和满足感 尤其要吃饱 有温饱 最早的人类的人权 就是要有温饱 既然 食是这么重要 吃就是 好像等于人的天 那么高级 那么高档 所以 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 就 说了 中国人 对于 饮食 对于 饱饱 温饱 是一种很大的重视 还有我们经常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究竟 食是如何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先说几句当年的言语 让大家明白一下 有一句说话叫食死猫 我想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了 吃死猫的意思 就是 有些东西不是你做了 冤枉的 现在就硬要你 顶了这层罪 好像要你吃了一只 死的猫一样 那么辛苦 那么痛苦 我们大家说 猫就 好少人吃 也有人吃 但是死了的猫 就怕这 没有人肯去吃 肯住的嘛 又多毛 又利爪 所以 食其死猫 就变成了一个 很冤枉 硬硬吞 的一个情况 那么 食呢 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 食碗面 反碗底 这个呢 如楚凡生的 二哥的名句 你看这句说话 他的含义 就是说 你忘记了原来的 原来的 内缘的 恩惠 一碗 吃饭的时候 就是装饭 一不用 你就将它反转 当成一个 没有用的 免责 这句 这个呢 是黄恩负义的 曲线说法 一个人千奇 不要做 吃碗面 就反碗底 有一句呢 叫做 你食人的鸡 食人的鸡 这个鸡 就是捉将棋里面的一个名词 一个 一种 里面的棋子 居呢 这个 将棋里的棋子 相当之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限 暴霍 它又没有限 它打直 还是打横 当然 不打斜 不但它不同 国际群旗的 B索可以打斜 将棋也没有打斜 有 马行日 马行 再行田 没有打斜 那居呢 就变成了 因为它那个 活动能力是强 而且 杀伤力也强 所以呢 这两只棋子 在将棋棋盘里面 是很有用的 食人的鸡 就是说 你拿了别人的 最 最有用的 最厉害的 棋子 佔领了别人 因而呢 食人的鸡 就有一个 佔别人的 大便宜的 意思 在这里 你想吃我的鸡 吗 你想 拿了我最有利的 工具 最有利的 灵势吗 有这样的意思 在这里 那 食呢 还有很多 譬如说 食西不风 那 你知道呢 这个 除了 在 神怪小说里面 讲到 那些 神仙食风 如风而行 食风 风 风餐 食 墓水 都可以生活 可以长命 之外呢 就是 食风呢 就相当惨的 因为没有东西吃 吃完之后 肚子呢 不会饱 还卷穷龙 所以呢 啊 食风呢 就是 就是 描写呢 扎着肚 扎着肚呢 也有 叫做扎炮 这个 好像什么 炮啊 炮掌的炮 一扎扎着 這個 拿一个形象的意义 那 这个呢 食 西不风呢 就是 食 有什么意思 那 盲公食汤丸呢 这个都讲过了 盲公食汤丸 就是心中有素 就是 虽然他盲看不到 但是呢 他心里头呢 都知道了 吃过多少 几粒 这个呢 心中有素 有一个俗点呢 大家不怕俗 可以讲 要吃屎扎饭 本来应该吃饭 扎屎的嘛 但是这个人倒转 做什么呢 都 把他倒转了 所以 就为之 这个人呢 做事 或者呢 这个人呢 倒转了工作 倒国为恩 倒善为恶 那就叫做 吃屎扎 不过饭 好了 那刚才不是讲了 筑棋呢 筑棋里面呢 有个 吃屎扎 筑棋里面 也有讲到 飞杖过河 在中国葬棋里面呢 那只象呢 它只能够是一个保护性质 防守性质的 旗子 相当于呢 是一个很重的 防守的机械 它只能够呢 在它那个 阵里面 它那个楚河汉界 它自己的阵里面呢 是 行田 一个田字的对角 可以行到去 其他呢 它是行不到的 不能够出过的河 那 飞杖过河呢 就有意思就是 你不守规则 将你那个 那只象呢 飞了过河 做了攻击 它不是一个防守 的位置 它是一个 进攻的位置 不守本分 都有这个 飞杖过河 这个意思在 那但是 你知道呢 马行日 就是象行田 但是中间呢 有一个 叫做 压住个象田 中间的时候呢 在那个田中间那里 有人压住 它是不能够的 那马呢 顶住它前面呢 它又不能够跳出来 它只是打横 打横的人 所以呢 那些竹象棋呢 都有它的 限制 在那里 不是那么容易呢 这个 活动 除了居 居呢 就真的横行冒际了 那听闻呢 象棋呢 就不是中国发明的 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那这个呢 到现在呢 在几个朝代 传过来呢 可能呢 唐朝 有成千多年前的 历史的了 那后来 再发展成了呢 国际象棋 这个呢 暂时呢 都没有一个全部百分之八的定论 就是象棋是中国发明呢 还是在西方 在这个唐宋的时候呢 从印度传过来的 这个呢 还是 这个传逸的 那另外 那另外 刚才说到 那个象行田呢 但是呢 还有一句说话呢 叫做呢 事急 就马行田 那事急的时候呢 就已经没有了规范 就可以乱离了嘛 或者 病重呢 若食都 若食都无灵的时候呢 就乱食投蓝了 什么都信 有效了 那这些这样呢 就引用了象棋里面的一个 理论 就叫 事急马行田 马不能行田 就是行日 行日自营 那些 这个呢 就是说他 abuse 已经消灭了 他的规范 已经呢 到了一个呢 乱离的地步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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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 搭过去 搭过去的时候呢 都相当 牙烟的 那 但是呢 最坏的呢 就是他 过了之后呢 他不方便其他人过 他拆了一道板 抽了一道板 那 那 那 夏家呢 接着来的人呢 就没有了一个机会呢 去过桥了 那 那 就为之过桥 抽版 就是 有一种阴毒的意思 就是 不准夏家 不准其他人呢 不准其他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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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动的 日常生活的举例 打斋呢 就 一定要请和尚 或者道士 事故到等 那 打斋 制治那些亡灵之后呢 和尚 做完他的法事 就不用理他了 等他自生自滅了 那 就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做完事之后 就扔掉他了 不理后 不理他们的功劳了 这个打完斋 就不爱和尚 或者呢 秋后扇 又是这个意思 秋天呢 还是要扔扇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 凉 有些热 尤其是秋天的那些 热起上来呢 都不是人那样的 很热的 那 还有条扇 还有条扇 以前没有冷气 所以呢 就扑着凉 但是呢 现在呢 秋后 真的凉定了 那把线呢 可以扔掉了 可以不理了 有功劳 有功用的东西 做完之后呢 彻底忘记了 也可以秋后线 尿射 或者走到尽 就凉工床了 射箭的时候呢 射箭的时候呢 打猎的时候呢 那把箭呢 弓呢 相当于 有用 但是呢 一经 用完了 那就 收起来 看都不看 这些呢 都是呢 日常生活呢 常常见的 一种呢 言语 意思呢 都是一样的 好了 如果说到 动物呢 我们都有很多句 比如说 牛不喝水 就不敢牛头低 牛呢 在农业社会里面 相当大的作用 去耕田 拉车 拉磨 很多呢 很多 工用工人 但是呢 就买他的牛力 因为 看少了牛 他虽然呢 吃草而已 他不吃肉的 但是 在身体的能量来说呢 相当于大 所以说 有人说 他有一番牛力 牛的力呢 相当于大 你有说 九牛 二虎之力 九一牛 和两个老虎都加在一起 真的 不是开玩笑 牛力牛力 好了 那如果说 牛呢 你带他去喝水 他呢 要 摁低个头呢 然後 才可以去 喝到 河边的水 但是 他不自愿喝水 就说呢 你的木童 或者其他 看牛者 你希望 用手 禁他的牛头 下去喝水呢 我怕 你 多大力的大力士 都未必能够 可以 那么容易做到 一牛呢 那条牛颈呢 哈 有名字 你叫牛 牛颈 是很硬的 你真的呢 用尽全力 都未必能够 弯曲到他 所以呢 他一定是自愿的 他自愿呢 就可以 弯低个头 喝水 所以呢 这句说话 从日常生活里面 就 有个感受 确实的 论证 就说呢 牛 不喝水 你是 怎么大力 都按不到 牛头低 但是 即是说呢 他一定是有 自己自愿的 这个元素 在那裏 这个呢 相当的 生动而有趣的 農業社 小農社会 農業社会的举例 那 中国人呢 也有很多信仰 一道 道家佛家都有 那 毛泽东呢 主席呢 承用过一句说话 叫做 和尚打散 这句呢 刺漏语呢 就是 無法 無天 和尚呢 大家都知道呢 中国和尚呢 剃头 他剃到的时候呢 就把 烦恼三千呢 都 割殺 他经常呢 都要 刮头 沒有頭髮 这个头髮 法字呢 就和呢 法律的法 法規的法呢 同音 所以呢 和尚代表 無法 亦是说呢 沒有法律能够控制到的 能够抓住他 那 打散 就是呢 担遮 又會叫和尚担遮 和尚担遮 和尚担遮的時候呢 剛剛遮住 他頭上的那片天 所以呢 和尚担遮呢 的 俠語呢 就說 他是無法 又無天 無法 無法 無天呢 就是他沒有東西怕 沒有法律呢 可以控制到他 或者可以呢 制裁到他 而呢 天 他都看不起 那 在中國人 心目中 是一個 至高無上的 正義 或者公道 的來源 如果他直接 當這件事都沒有到呢 無法 無天的尊重呢 這個人呢 什麼都敢做 那 和尚打散呢 有這個 有這個 這樣的意思 那 講完和尚呢 我們就講一下 又講過動物 動物呢 有很多句的 例如 我們講 馬死落地走 那 古時人呢 騎馬 騎馬呢 就是馬走一下 累了 或者馬路 染病 死了 死了怎麼辦 沒有辦法了 那 之後呢 走路了 那這個有一個 無奈的感覺 一個呢 那個工具呢 都沒有了 那你現在呢 唯有用 靠自己的雙腳 叫馬死落地走 一個無奈 都要繼續去向前 的工作 向前走 這個這樣的 責任 只有呢 靠自己 所以叫馬死 落地走 又有一句呢 叫馬後炮 馬後炮呢 在竹象棋 剛才說了 竹象棋 人民間生活裡面呢 很多智慧呢 從裡面出 那馬後炮呢 就 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過了氣的事 現在呢 發炮 現在講完道理出來 又有一句叫 事後恐明 事後呢 個個都是恐明 因為為什麼這件事發生了 啊 那你當然知道原因 分析到原因 那這個並不出奇 事前恐明呢 就有預料性 那就厲害了 那就可以說你呢 有前瞻的能力 有分析 體會到的事情 發展的規律的能力 那事後呢 就真是 啊 啊 啊 馬後 啊 都可以呢 知道 都可以分析到 所以呢 就是叫做 事後恐明 或者呢 馬後 才放炮 就是去了 那當然呢 馬後炮在竹象棋裡面呢 是一個 絕 很絕的一個 殺手間 馬後面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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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是相当凶恶的野兽 在中国来说 东北有东北虎 华南有华南虎 中部都是中部都是老虎 在神州大地里面 以前相当横行的一种凶恶的野兽 当年 中国里面是没有狮子 狮子是从非洲里面传过来的 你看到很多人家 现在门口都有一个石狮子 这些石狮子是以前 汉朝开始传入来中国的一种野兽 将形象化了变成石狮 是一个有抵抗 那猫就是一个小小的 他的利爪 他的利牙 真的不是说笑 肚子一肚子上来 在新临野兽的时候 他們會獵食 對於食人 都相當 喜歡 老虎 如果覺得大 遺患就成為苦患了 以前也有一個古文 叫做孔子過泰山側 在孔子過泰山側的時候 就聽到一個女人 在路邊 撲入 孔子就 問她 為何你哭 她說有苛靜 政府還很苛刻 的一種政策 使得她們文不聊生 孔子就覺得 苛靜 猛於婦人 甚至乎 護婦為患 這個婦人都未必走避 更可能 有機會 出生 但是如果苛靜 她真的沒有了苦 她出之 都是要 慘遭迫害的 所以苛靜 萬於婦人 可想而知 在孔夫子的春秋時代 已經有老虎 而且是經常 遺患的 在宋朝的時候 我們看水虎傳 也有一回很出名 就是說 武寵 這個 這樣的 刀頭 現在差不多是 衙門娘的 公餐的沙子 這位 英雄 上去 這個 景陽江的時候 喝了些酒 喝了三碗不過江的酒 果然有老虎出來 這個餓虎 就禽陽這樣 就想 吃了老蟲 奈何呢 武寵的功夫 和武寵的拳頭 的力量 比老虎 和老虎拼命的時候 憑他的機智 和他的勇氣 力量 終於 兇拳 打死了老虎 翌日抬回下山 受到 當地的人 敬仰 說他除了老虎的遺患 你又可以見到 老虎呢 在當年都是 遺患 山頭 而且呢 打虎的英雄呢 就要成為 一個呢 民間的 大英雄 李葵也斬了虎 很多個英雄呢 都是 借老虎成為 他那個 成名之作 也有很多呢 是因為他的勇猛 他的運號呢 也用了老虎 譬如說 矮腳虎 飛天虎 插蠅虎 這些 描寫他的 勇猛 也說他兇殘的 那麼 那麼 虎落平陽呢 這句這樣的 說話呢 有下個字 虎落平陽 就被犬欺 虎呢 如果在深山那裡 就是 骨王 大了 大曬了 他又息怒 又 動作敏捷 很多時候呢 你真是想 獵虎呢 不是這樣 當年 還沒有 槍 還沒有炮 靠 獵虎的叉 獵虎的 刀棒 但是 當老虎 離開深山 落到平地的時候呢 這個平地呢 老虎就無法施展到他在山中的伎倆 他趁著那些山石岩蟬 或者山路險惡呢 他又跳上跳落呢 容易些呢 就 那 armies 戰勝你 但當時到這個平原的時候呢 帶回大地走啊 走走的時候呢 它也未必夠其它動物 這麼快ous